记者红美秀新竹报导 给我一个板凳 我就能站得跟世界一样高 新竹高宫高二制图科学生林博 红阴精英图变 软骨不全 出生时四只板小 头却比一般婴儿大 两岁多才会走路 但他志气高 选择需要机械操作的制图科 虽然操作机台很吃力 但只要多一个板凳 他就能操作完成 他更立志成为电脑工程师 朝梦想前进 18岁 身高只有124公分 患有诸如症的林博红 是在别人异样的眼光中长大 习惯他人的指指点点 林博红知道自己很特别 幸好有妈妈 林美玲及姐姐一路相伴 让他只是比别人矮了点 但一样能跑能跳 能做想做的事 这是上天给的万分之一 才有的礼物 小小人儿林博红就是我的小天使 林博红的妈妈 林美玲说 怀孕八个月孩子出生 体重2500公克 所以一切正常 就是长得跟别的婴儿不同 经过检查 才知道是软骨不全症 就是俗称的朱如症 天神就定是个小小人儿 当时哭了好几个晚上 林美玲说 林博红出生时应要做特殊检查 常常挨针却不哭不闹 反而是他夜夜流泪 曾想过是不是造了什么孽 因为家族史都没有这样的遗传 后来他转念 把孩子当成是上天给的训练 因为这是万众选一才有的礼物 林博红八个月开始就打生长机 素贞一星期要做好几次复健 别的婴儿八个月就会爬 林博红一岁半才学会做几番身 后来干脆辞掉工作专心带 直到两岁多才学会走路 林美玲说起这段往事 心依然会揪一下 但当时他心想如果他软弱 孩子就不会走路 只有他坚强坚持 才能给孩子公平的人生 虽然天神比别人矮 但林博红志气却比别人高 即使妈妈姐姐评估后都反对 林博红毅然选择就读新竹高工制图科 在导师里又总鼓励与协助下 林博红跟其他同学一样要操作机台 只是脚下多了一个板凳 他说给我一个板凳 我就能踩上去跟大家一样 高一架取得电脑辅助 立体制图秉级正照 林博红将妈妈及老师同学证明 当别人练习十次就会的事 只要他练习两百次 就能跟大家一样 未来想当电脑制图工程师 林博红说 以前不敢有梦想 现在他有努力的目标与方向 希望拥有一技之长 让妈妈不再那么辛苦 也希望未来有能力 能回馈帮助过他的人 明镜与点点栏目